他们会说 像你这么胖还能教跳舞吗 原来跳舞并不能减肥 我当时就用一个谎言把自己包围起来 我就跟所有的人说 我说我结婚我有孩子了 生孩子导致的 对 那会我二十八九 我就用一个谎言 谎了六年 我那会儿情绪就出现那种很暴 一暴一怒 就是有点那种疯狂的节奏 比如说我喝完酒 就是拿着酒瓶子 站在楼上 再站在十楼 我想一头栽下去 但是在那一瞬间 我手机响了 我一个朋友说 我在你门口你开门 然后当时我就从台阶上下来 我把门开的一瞬间 他就冲我 打了一个这个手势 他说 这点事情你都扛不住了吗 他就 就是让我趴在他腿上 放声痛哭了 就让我放开了声哭 他说你哭就好了 他就告诉我 活着的人永远是要活着的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 我在 在17年的时候 我决定减肥 然后我用了十个月的时间 减了50斤 甚至晚上饿的 我都抓心脑肺 但是我有时候想想我父亲 希望我更好地活着 毕竟我妈妈还在 对吧 所以说我要替我父亲 来照顾我母亲 那这个父亲走 对妈妈的打击 应该也很大吧 对我妈的打击很大 我爸刚去世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 想去坟上 跟我爸说说话 当时我去的时候 我见有一些 祭品烧过的东西 而且都是我爸 爱吃的一些东西 我就回家 妈妈去了 回家我就问我家侄女 我说为什么你爷爷坟上 经常有这些 就祭品之类的 然后他就告诉我 他说 其实你知道吗 姑姑 他说奶奶每天 去爷爷坟上哭 然后我通过这一点 我就不想让我妈再哭了 因为毕竟 我这个家本来是一个园 我爸走之后 虽然剩另一半园了 我就想 我宁可另一半园 不要 我说想让我妈改嫁 去好好的 过下面的一些生活 你希望妈妈 还是能再找另一半 希望 那后来呢 后来我妈就改嫁了 妈妈等于嫁人之后 那你们还 就是在一起的时间多吗 我跟我妈 虽然在一个城市 但是一年不见一次眠 双方儿女存在的话 可能俩老人 会产生一些矛盾 但是可能我们 过多地去问候 不去掺和他们的生活 可能他俩之间 会更和谐一点 这是你的想法 这是我的想法 妈妈也这么想吗 这个不太确定 我跟我妈妈 真的不太沟通 因为从我爸去世 那会儿吧 我觉得我妈 从心里来说是 比较怨恨我的 毕竟是因为我上学 造成的梦 对吧 所以说我的心里内疚感 你看见我妈妈 我可能甚至有时候 怕抬头看她的眼睛 我一看到她 我就想起我父亲那边 我说是我 可能导致的我父亲 过早地离开 妈妈今天也来了 来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机会 和妈妈好好地沟通一下 好不好 好的 来吧我们请上 母亲 来有请 你好 你好 女生好 大家好 我叫李队恶 今年62岁 杂主河北 谁家中 今天把您请来 有些话想和您说 因为可能过去那么多年 她说甚至有时候 怕看您的眼睛 心里总有个疙瘩 咱今天把这个心结打开吧 好的 听听女儿怎么跟您说 来 好的 首先想问问我妈妈 就是 其实我 我爸吃这个事情 有没有怨恨过我 没有 我真的觉得 心里很贵疚这方面 没有 从来不怨恨 是吧 对 然后我现在就是想跟我妈说 就是 不希望她在做保健工作了 还在工作呢 对 因为我妈妈平时糖尿病啊 就是高血压之类的 她需要吃一些药 但是她又不愿意 太拖累我那位叔叔 就想自己自足一些 所以我就想 你想旅游 你就去旅游 然后 谁输钱 我来输 我有能力来养你妈 所以说妈妈 我爱你 辛苦了 规定时间 多长时间看老妈一回 我以后每周半个月 去找你一次 这好比一年 一次要多多了 阿姨 我们节目给你见证 最长半个月看你一次 我相信小杜 爱你的人不仅仅是妈妈 对吧 其实生活中还有亲人 还有爱你的人 也来了 对吗 我的老公 他的眉眼 眼睛这个位置 跟我父亲有点相似 我就觉得特别亲近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 因为毕竟我妈妈改嫁 家里就是 我哥哥他们一家过年 都要去穿亲戚嘛 我回家也没有人 就是 所以我就 当时不知道去哪 他就带我去他们家 我去他们家 我没有想到就是 他父母已经就是 将近七十岁的人了 看见我不夹的菜 他说咱们明天 就不做这个菜了 然后我就觉得 有家的温暖 今天老公也来了 来了 然后有请杜先生 来有请 有请 我叫李小兔 你好 大家好 我叫李慧杰 今年三十五岁 来自宝镇 怎么起了个小名 是吧 李小兔 对 什么意思呀 他属于那种就是 平时都会依着我 但是很少发脾气 但是有时候发脾气 我会有点怕他 所以我就觉得 兔子鸡的也会咬人 然后我就经常会说 那我就叫你李小兔吧